安妞你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呢是关于我们龙武幻境当中的几个龙服所出产带来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我们在前面几期龙武幻境的就是给大家介绍的部分当中呢都讲了一下不同的龙文配置啊 还有我们的顶纹配置啊还包括一些详细的属性啊好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拍这个影片呢是分享一下我们各个套路呈现出来的不同的就是样子 它呈现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效果是如何啊这个稍微看看你就会知道你比较喜欢哪一类了 首先我们要给大家看到是我选择句点会不会难了一点 首先我们要选择的第一个呢这个龙服啊在之前其他的看有看过这个游冰了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见证的部分是来自吹魂 我一开始的时候很喜欢用吹魂的这个部分是因为他伤害真的爆表速度也特别的快哦 这个大家可以在影片当中慢慢可以看到来我们一样出场哦 配置是完全一样的哦大家如果有什么先用什么尤其在前期的时候后期无所谓哦 好了这个吹魂就是这样 有个大的见证哎呦我被烤到 他CD很快有没有发现我刚刚放下没多久啊又开始了 再按一次 10秒他时的CD是10秒游冰的CD呢是20秒 所以他的CD时间特别的快 所以伤害也特别的高哦 加上我们的辅助还有我们的那个通用的几个龙服的加持 他是非常快的哦 有没有发现 好他的这个伤害就是这样哦 有没有感觉说他的伤害速度就相当的高 跟我们之前看过就是我教大家如果打一个小撇步的时候 那个游冰伤害也是很高的 但是跟他完全不一样 同样是爆发性的伤害输出 这个其实我觉得更多的适合的是 也没有说特别适合近战跟远攻位 就是看你个人喜好 看你喜欢什么样子 比如说你喜欢超级爆发输出 喜欢他集中来打 那游冰的部分呢他会扫过来扫过来 有远远的就开始在扫嘛 这只不用打死无所谓 大家不要那个强迫阵以为是红点哦 每一个点都要打死 那会非常浪费时间 那头像这个有复仇的这个不一定要打死哦 因为打死他只是增加一下你的这个跑速 没有增加龙武币 也不会掉什么其他的东西 顺便打死可以 不用强行打死他 你看我家移动速度 我往回走 还差 好还差两小只 随便打一下就有了 嘿 好了 传送门开就不用打了 因为这个死掉不会再掉落龙武币了 这边要注意一下 我们前往传送门 有没有看他伤害速度挺快的 我现在打完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啊 因为要打完三个那个两个小岛才到boss的地方 好到后面的层数呢大家会发现哦 就是这个高高低低的 这个地图我真的讨厌 嘿打得很痛苦 还要找一下在哪里 好这个呢有一个小缺点是 你要稍微走一下下位置 稍微走一下下位置 不然他的小怪比较散 虽然他的大圈很大 奈何小怪喜欢到处乱跑 诶这是bug吗 我们卡到下面 好这边解完之后呢 大家就是可以看到地图哦 看上这个 如果你有常打5w5之类的游戏 这个地图类里来说看应该不难 右上角写一下地图就好 好一样把它聚集在一起就可以了 稍微还是要躲一下啦 前面的一到三层的那个层数导师无所谓 后面随着他有对这个战略 龙武战略要求你稍微还稍躲一下 因为是有点痛的 那这个地图的我的概念是 你去上面楼梯上面打一下就往下走 他全部都在下面 因为我那小只没打死啦 他可能进度会差一些些 最后一趟随便摸两下就好了 大家看完旁边的进度 你每一摊如果全部打干净的话是20% 每打干净会留一只 那一只一点点就是2% 就变成你最后必须要去每个小导把他打完 OK哇这个还剩20% 我就要打完另外一个小导就可以了 我可以选到这里 好来这边给大家讲一下 我在之前影片其实我没讲 这边不是在游的时候会有个上岸吗 千万不要点 还会到回走还会到终点 会到终点啊你就摆走了 好一样这个打完 我们就到了下一个 是不是都开了啊 来来来我们去传送点里边 来最后一关 所以我们的吹魂的效果是不是很好 下一关 海德来啦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boss哦 这个图比较好 这边打一下 再来两只 这个图比较好是为这只打一下 然后等一下绕到另外一边就可以了 你们不见得是要走路哦 大家不要这么过来走路 他有很多捷径可以走 那么过来走路是浪费时间吗 好大家看我左上角 我的鞋条其实已经有点 不是很OK哦 不要客气啊 这个鞋 boss是在我们后面的点 所以我们过来把这个打了就好了 这个图还OK 那个转圈圈的图真的很烦 走路很远 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最后面那个虽然有打到 但是没有绕到一起哦 所以我们在放技能的时候有点可惜 没有打到 所以走位稍微还是要绕一下 这个很重要 只要提示你可以打boss了 就代表他不会掉龙舞弊了 你要记住这件事情 这个打不打都一样 来boss是在 诶 点到天气 这一块 boss我来了 这一块 你就往这里 跳下去就好 我要跳龙啦 就这个打boss的效果 其实就跟打小怪话 说真的这个技能哦 打boss的时候 跟打小怪完全不太一样 就是跟游冰不太一样 感受上 差挺多的 就是 他的伤害度虽然爆表 对于群 就是群山小怪来说 打boss我真的觉得还好 你看我打个老板天地还好 虽然我选择的那个关卡 层数高了点 但是也很直观嘛 我们后期大家也是会遇到这个啊 那这个血不要客气要吃啊 前面快速的通关能协助 你在后面有更多的时间 争取打boss 尤其像这种boss 技能稍微躲一下 或是你伤害不足 还可以跟他拉一下 拖下时间哦 好了打完了 这个全程打的时间就稍微慢了一点哦 这个慢一点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选的关卡比较高 好 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的 用这个龙斧 是关于用这个吹魂的部分哦 然后在游冰的部分 我们在小撇步那个影片就已经打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了 我们来放一个就是大家都没有见过的 会比较特殊 我现在要打第四关呢 我要放一个 放一个吗 我用这个好了 然后这个部分呢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哦 就是我的这个这块辅助的技能 就是实用跟这个搭配最好用的 我目前都没有配到 但有一点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千万不要搭 有一个叫损益的 来点一下是辅助的部分 戏曲 损益是被我搞掉了吗 哦这个 损益的部分哦 这个部分扣你身上50%的血来打小怪 我试了一下伤害超低的 嗯 因为这个这刚刚上线的时候很好用 后来不行哦 这个超低的 而且你本来就三平选嘛 我之前打同一个关卡 我用那个见证的部分打 我只用了五分钟 我用这个打 打到最后我连boss都没有摸到 时间就到了 所以千万不要去用这个 真的是没有用啊 好我现在配的这个不是他的主要需要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顺掌效果 到底是什么样的 哎我切了吗 我要确认一下 OK我切了 我们主要还是来看样子主动进人啊 还要求是53万 我只有快51万 我是可以打的吗 应该是可以的吧 这个效果呢 就跟我们之前见证有一点点类似 好就是绕圈圈的地方 这个山啊真是大 就带有这个废墟的地方 都可以想个办法去绕一下路 有没有看到 瞬展就是瞬间的伤害 头上因为我有上那个印记的部分 我的那个辅助有上个印记 会有十个小怪呢 就是手上头上会有印记 应该是有小怪头上会有印记 那个印记有看到没有 这个印记呢 就是攻击的伤害疊十层 伤害到最高 最后就是十层 但是有没有跟刚才的 我们看到那个见证感觉差挺多的 有没有伤害是有差 觉得他这个好像疊十层的速度 就慢的很多 没有像之前那么那么快啊 你看我打了 两波主动了还没有完 而且瞬展CD又比较久 我们这个辅助没有配到 就是还没有配到 就确定的那个是真的 效果有差 来打可能这个时间上就耗费时间比较长 CD时间又长 又没看到 这些我真的差挺多 我不是平常是不用的 如果不是拍片 我是不用的 因为打太慢了 猴年马月啊 我是不建议大家用这个啦 这 哪怕你配到他完整的 我都觉得很慢 这不慢吗 不要说这个是因为我选的关卡 是已经到第四层比较高了 我觉得跟这关系不达 有没有 漂亮是真的很漂亮 这个伤害真的是有点718的感觉 而且CD时间太长了 游冰好歹你带来辅助技能还 额外还有伤害啊 你看这个 一样是20秒的CD 但是效果真的差挺多了 是不太推荐使用这个的 漂亮真的是效效效效果特效拉满 这是真的 但是我的血条也见半了 这三瓶药其实我比较推荐的是 因为一个岛最多用一瓶啊 基本上是这样 不然你真的就没了 我觉得我快没了 这也太难打了吧 他的技能伤害度要等20秒 我谢谢你啊 看起来好像了不起 但搞得要死不活了 还是要把你打死 不然不能传说 我也懒得找了 赶快走赶快走 这个血 到最后再补吧 再平补呢 是能补到满的 所以我还是节约一点 我们要勤俭持家知道吗 我没有在这里面死过 我觉得很一般耶 就是应该时间内是能打完boss啦 但是就觉得很浪费时间 你不觉得吗 这就是 很浪费时间 我丢个床滑好了 感觉好慢啊 这就很像我们纸上的谈兵 靠兵法打 这就要靠龙吻打 龙斧 龙吻都来了 也有啦 有啦 顶纹啊 龙斧啊 还不死 你快点死吧 烦死了 我觉得我快见猿王了 5分多钟哦 要点大 再见 这下边还有一滩 打下面这一滩吧 哦打上面这一滩 传送在上面 我待会要往回走呢 我觉得时间应该来不及了 你看这样是不是很浪费 我们用的那个 买的 银两买的龙印 所以就选择证券的 你适合使用的龙斧 真的很重要 那当然我也不能吐槽说是他不OK哦 因为他的被动我倒也都没打到 打了蛮久了 都还没打到 标配被动 伤害最高的那个 一直都没有打到 好60 还插一团小怪 我就 还是要上去了 你看这个实质效果来说真的差挺多的 就是觉得蛮耗费时间的 而且看背后只剩下三分多钟哦 也就说最后可能打boss的时间我只剩下不到一分多钟时间还要快速把boss打死 这是一款还蛮让人头疼的 容符 所以不推荐大家使用 虽然你看完你看我打到现在 但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打到这里了 好 我们最后还要看到他打boss的效果吗 你看这个跟前面的那一个那一套来打的效果完全就不一样 好快跑快跑 快跑时间有限啊 昌天啊快啊快 我跳哦 哎这个真的好慢啊 如果换成那个游冰或顺掌都会打完了呢 然后他这一块是要绕圈圈的 还好可以跳下去 你看我又有两瓶药了 我前面用顺掌都没喝药 真是个折腾人的 龙斧啊 好死了死了死了再见 还要两分钟 我要加油 我冲啊 妈 等等我 等等我 这个等等我 快了快了 这CD真的好慢 你怎么快一点 这一块打完我就可以打boss了大哥 我 我压力很大一分多钟了耶 你还不死 我终于死了再见 boss在前方 然后这个要稍微绕一下 不然捞到你要打他哦 我没有时间打他 你看这个CD真的是慢到想要骂人 还有一分 还有一分我可以打完我压力好大 你看 我也都是蓝色的龙斧但是就是不行耶 应该是可以打完他的 有 其实他打boss伤害挺高的 但小怪的清 清场率真的很低 很少打这个打到时间不够哦 太夸张了 这个是真的哦 如果不是拍片我真不用 好鸡肋啊 我推荐你也不要用 格挡都不行啊好痛哦 我快没血了大姐 你快CD好不好 我不醒了 好了这就是关于那个 我们用了顺掌的部分哦 他你看到我打顺掌 已经打快哭了 他的伤害度真的好低哦 我们慢CD好久哦 是不是人啊 所以不太推荐选择使用这个哦 然后我们另外打完这个boss 获得了新的天赋 又加了这个战力哦 然后最后来给大家看一下的 这个顶纹 忘记选龙斧的部分呢 是来自变身 我完全没有用过 我用过我是第一次 诶有新的这个了 诶我有打到新的耶 提高伤害 终于终于 这个是必备的这个 这三颗是必备的 来给大家用一下变身 然后这个变身有分成变身 火葵 或是变成小凯 我这个应该选的是小凯 我选择关卡 选低一点好不好 我不要折磨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变身效果 是什么样的呢 我没有用过耶 我第一次 好地图是一样啦 我降低下难度 不然我觉得 我变 然后勒 哇塞 是变形金刚吧 诶好痛哦 还有触发技能 诶这走路蛮快的嘛 诶这还不错的感觉 哦这是指向 诶我 诶呦我也变形金刚诶 诶好好玩哦 就是你一突然用完之后 刚好是变身 诶好好玩哦 好好玩哦 我腿好长哦 我用这个打不就好了吗 变形金刚 好好玩哦 下一场下一场 他走路也蛮快的啊 我以为他走得很慢的 他走得很快的啊 哎呦哇塞好好玩哦 诶这变身 这个变身比我们之前那个 紫山旁边变成好玩多了 有没有 好好玩哦 诶他传送点在哪里 走太远了不好意思 这边 这应该要变回来的吧 诶这个好好玩哦 伤害好高哦 好快哦 这我觉得如果你输出不够 又想要变身完的话 真的可以选这个 好有意思哦 超级快的 你有没有发现 再来变身 好好玩哦 我是变形金刚诶 我那个堕天没有放到 我来放到堕天 然后他就变成变形金刚 好好玩哦 这是什么好玩的玩具啊 快跑快跑 我们去下一站 我来了我来了 看我的变形金刚火焰 我玩的是天道吗 这个好有意思哦 哦好强哦我 我输了我输了 我本人真的比不上变形金刚 这伤害真的是爆发性输出啊 我跳不出去有着 是伤害是硬吃的 我们看我们带他单跳boss 走走走boss你在哪 哎哎哎哎哎哎他可以跳 我以为他不能跳了 哦不行哎 讨厌 所以刚才是卡到你吗 不是我的血淫见底了 我就是哎他等于是用 他肉身呢 混爆发输出能吃下所有的伤害 哎果然高爆发就是很脆哎 没关系来最后一通啊 哦我真的很有意思 我们不然是天道吗 再见 这个伤害真的是直线的 用连接的 我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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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变身 但是背后插了真的很多箭 是被揍了吗 耶好快哦 我们画本如何能用这个打多好啊 可是我不能经过这边啊 经过那边就会被小怪打啊 爬不上去 爬不上去 看一下变身后打打Boss是什么样 一个感觉还好哎 他打小怪效果很好打Boss我觉得还好 这数字还好哎 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这是我号太低了 白票号会有这个问题 你看我比你高 你看我比你高 你看你看我跳我跳 也好 有 赢了 好好玩哦 你要跟我样变身小凯变成变形金刚吗 我好幼稚 我是小开你是谁啊 和我一起变成变形金刚 疯了疯了疯了 好了 好以上的部分就是关于这个 关于变身啊还有我们日常在用的 一些冰服那个农服的展示 游冰服我就不展示了 我们在前面的小撇步影片当中 已经有拍过了 然后这几套当中我觉得最后一套 龙服很有意思 真的太有意思了 他虽然腿很短 但是伤害真的是爆表啊 这是不可不说 所以我比较推荐还是属于 关于这套剑阵 跟这个飞剑的部分呢 现血找死这个真的 顺掌我真的觉得不行 我觉得变身还不错 虽然腿短了一点 但是很有意思啊 好了以上的部分就是关于我们 今天的龙服的实战竞争的展示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按钮的吧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么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啦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